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耗资11.4亿元 由中央全额补助办理建构的 新台马轮4月16号 在基隆港C2码头举办首航典礼 总统蔡英文亲自出席首航典礼 新台马轮也将带动马祖观光 为台马交通揭开新的历程碑 耗资11.4亿元 由中央全额补助办理构建的 新台马轮4月16号 在基隆港C2码头举办首航典礼 包括总统蔡英文 以及行政院长陈建仁 副院长郑文灿 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 交通部长王国才 和连江县长王中明 以及立委陈雪生 和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等人 都亲自出席首航典礼 更由行政院长陈建仁 代表主持交船仪式 总统蔡英文亲赠平安品给船长 象征航行平安 西台马轮首航仪式正式启动 兼顾美学简洁设计 融入马祖地区当地元素 总顿位5341 可以搭载642名旅客 同时可搭载45辆小客车 以及4个20匙冷冻柜的新台马轮 也将带动马祖观光 为台马交通揭开新的里程碑 它的设计除了642个座位以外 它45个这个 这是我们叫这个时上时下 车子可以上去 有45部的这个小车 也就是以后到马祖也可以车 我们叫自驾 自己到马祖自己开车 也可以把车弄上去 然后另外游览车 它也会变成18台的游览车 这意思是说我们旅游业者 如果有观光团到马祖也不见得 就有坐飞机 我们就可以搭车 车的上去 所以我觉得它的最大的改变 是从传统的 以前是逸大兵哥开始的 这个交通船 那现在变成一个交通跟观光 两个功能 花费了11.4亿的这个经费 那我全部由中央来补助 那实际上 对于马祖的这个交通的建设 我们不是只有开马轮 那我们刚才讲过 现在的华信已经开始首航 而且我们也扩大了这个北甘的这个机场 并且也开始建立了北甘到大丘的这个大丘桥 所以政府确实在马祖的这个建设上是不予以立 那徐政院也核定了新的一期的 里岛综合建设计划 总机会是63.51 要共同来推动146项的这个计划 让里岛的乡亲们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 那么去年第一届 马祖国际艺术岛的活动登场 那么整个活动横跨马祖的四乡里岛 让所有的访客都可以一边参观展览 一边游玩马祖 我也知道 去年很多朋友都特意到马祖参加这个活动 我们今年第二届也即将在九月开幕 有了新海马轮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登岛 体验我们在地前线的文化杯 也会带动马祖观光旅游的发展 那未来我们政府也会继续投入资源 我们刚才陈院长跟各位报道 我们会继续投入资源 强化马祖的各项技术建设及措施 以提升马祖整体观光景点的规划 让更多人可以一起到马祖 一起去感受马祖的美好 立委陈雪生以及连江县长王忠明 也特别感谢总统蔡英文的大力支持 让新台马轮正式启用 满足马祖离岛乡亲的车辆运送 生鲜蔬果以及邮件托运 和观光等需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还记得在基隆港展出巨型的黄色小鸭吗 睽違十年有民众在台湾国际造船厂 基隆厂发现了黄色小鸭 消息曝光掀起热议 黄色小鸭先生在基隆港 民众看得又惊又喜 看那不是黄色小鸭吗 很大问题 好多年没看到怎么会突然有 有那个 我以为我演化了 这次演化了 所以然后我用我的相机 然后除了拍照之外 我还录影 荷兰艺术家霍夫曼创作的黄色小鸭 2013年曾经到基隆港展出 相隔十年 黄色小鸭再度现身基隆港 难道是又要展出了吗 是台湾这边受到国外客户的委托来制作 黄色小鸭先生是授权 对 那主办方是在国外的客户 是 至于这个细节 真的是就对比较不见不怕 原来有国外厂商跟台湾厂商 下定两只黄色小鸭 在送到国外交货前 安排在台船金融厂下水测试 由于黄色小鸭体积庞大 从充气到安装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 出动至少20多人 耗时一整天才完成测试 这次他们相当用心 把这个湖台当做永久性的 整个工程在制造 所以这个后 后来从来没有在我们设计裡面 這麼堅固 因為他上一次在 可能有一些部分不太理想 所以這一次他特別要求 所有的鋼板 總重量就要了五噸 五千公斤 這海域 因應不同的海域 它有很多因素 所以在整個底座的 結構的穩定度 還有它的浮力的安全性 這個都是非常非常 要經過仔細的計算 還有在反覆的測試 所以今天的測試的 主要目的也是如此 兩隻黃色小鴨 都是高15公尺 獲得霍夫曼授權 預計17號要運往香港 維多利亞港 儘管只是測試 短暫出現在基隆港 但還是讓民眾又驚又喜 記者 黃少鳴 基隆報導 全國新著名劍走 繼嘉年華會 在基隆朝勁公園舉行 內政部長林佑昌親自到場 雖然下著小雨 但民眾熱情不減 從碧沙漁港 建走到朝勁公園 現場有精彩的表演 及摸獎活動 還有一鍋風情美食 3 2 1 明強 出發 明強聲響起 民眾從碧沙漁港出發 践行到朝勁公園 雖然外頭下著雨 但民眾熱情不減 來到朝勁公園 台上新住民穿著傳統服飾 表演舞蹈獲得台下掌聲 謝謝我們南星 南星 全國南星全會 跟我們一起共同辦理 我們是今年辦了第八年 我們有所有三十餐的 泰國 越南 印尼 菲律賓 緬甸 所有的東南亞美食 歡迎所有的 今天有三千多人來參加 歡迎大家運動 吃美食 中大獎 我們國際南星呢 它是一個國際性的婦女組織 Sarotamist International 我們在這裡呢 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Invest Dreams 一個大夢想計劃 就是女人幫助女人 我們希望女性經濟復全 也讓這些原住民 新住民 弱勢婦女 或者受暴婦女都能站起來 但是我想新住民更不一樣 我們的新移民代表了新生的力量 那我們期盼他跟我們一起 我們也跟他們一起 來帶動讓我們台灣 有更美好的未來 新住民人口已經突破一萬人 那這個其實是站來 基隆市人口已經將近到三十分之一 其實等於說我們每三十位市民當中 就有一位是我們的一個新住民 更多的是我們 還有包含新住民的一個下一代 那其實這個就代表說 我們在地方上面 我們會接觸越來越多 不一樣的一個市民的一個組成 那所以其實透過這樣的活動 來了解不一樣的文化的一個內涵 其實也可以增進我們 對於他們的一個過去 或者說他們習慣的一個了解 這個活動啊 是我們基隆市體育會 長期來推動全民的健康 以及呢 要我們大家來參與 我們這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個健康活動 全國新住民健走 即嘉年華活動15號登場 吸引了三千多位民眾參加 現場安排了美食攤位 充滿了異國風情 讓民眾免費品嘗 新婦裡有帶我們志工隊20幾個人來參加 那個全民健走 今天正好遇到下雨 希望今天大家遇水則發 激發我們的激力 還有我們的肌耐力 對 讓我們都很活潑 很陽光 內政部長林又昌也特別參加 和新住民熱情互動 向大家熱情的打招呼 我想新住民的朋友 就是我們台灣社會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這個新住民的一個業務 也是內政部的一個工作 所以今天在曹青公園 舉辦一年一度的這個活動 特別來參與 那過去我在擔任基隆市長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每年來參與 所以跟所有新住民朋友 大家非常熟 所以今天一方面是用內政部長 新的一個身份 來主持來參與今天的一個盛會 那另外就是回來看看老朋友 感謝我們全國體育總會 還有我們基隆的這個 鄭景州理事長 汪輝理事長 來舉辦我們這個全國新住民的這個 表演等等的活動 我想基隆四百年來 本來就是一個多元開放包容的族群 那這四百年來 我們這樣子呈現 我們不同的異國文化 這邊就是一個這個 非常融合多元的一個社會跟城市 我想這也符合我們海港精神 謝謝大家 大家都是台灣人 大家都是基隆人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共好 基隆市的新移民呢 現在將近有兩萬人的新移民呢 那我們現在不但把新移民 當成就是市民 把新移民的家庭 包括新二代 他們所生的孩子呢 還有這些專業的 人士來基隆工作 來基隆讀書的這些喬生 或者是我們的 新移民的好朋友 國外的朋友 我們希望在基隆 共同的發展基隆 成為能夠帶動就業機會 又有愛情 然後行人友善 各種配合基隆市政策 來推動的一個社會 基隆市這個民政處呢 在這個職務上 是我們應該要共同的 來融入我們所有新移民的生活當中 一起來努力 新移民代表的不管是 就是在多元文化方面 或是說在其他的賠力方面 那我們政府都非常重視 今天體育會所舉辦的這個活動 我們也特別來這邊 跟新移民共襄盛舉 那對於新移民的 不管是一代或二代 事實上我們政府機關 有相當多的一個協助 或賠力的一些作業的過程 那我們也非常歡迎 如果遇到有問題的話 可以來掐我們的服務站 我們會在法律和准許的範圍內 給予最大量的一個協助 其實在基隆市海科館的這個潮進公園 那很適合就是 各團體可以來這邊辦一個 劍走或是慢走的一個活動 那這整個有山海之美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步道 跟這樣的一個博物館園區的 這樣的一個環境 其實真的是非常適合 包含像今天的這個新住民 全國的這個劍走活動 就在這邊舉辦 那包含我們很多的 像很多運動學會 其實我們也很歡迎他們來這邊 可以看看不一樣的基隆 其實這個環境都已經跟以前 已經改變很大了 那歡迎 所有全國的各機關團體 所有的民間團體 都來這邊辦 不管是慢走 劍走 還是是這個42公里的 21公里的 10公里的 這些長跑活動也都很適合 打炸雞龍隊 打炸雞龍隊 打炸雞龍 警察局長張樹德 率領了行大同仁 特別到場 向民眾宣導常見的詐騙伎倆 讓民眾認識反詐騙的重要性 很高興喔 今天是 那個體育總會舉辦的新住民 嘉南華會 那警察局也利用這個計畫 來宣導打炸 打擊詐騙 也勸導民眾認識詐騙的危害 因為據統計去年整個 假投資的詐騙 高達快40億很嚴重 所以大家真的不能親信 假投資 其實他騙你說 花小錢可以賺大錢的 假投資可以獲利的任何平台 任何APP 請千萬不要點擊 因為你一點擊就落入歹徒的 這個圈套會損失大筆金錢 一定要記得一聽 聽他說什麼 那個惡掛就把那個 那個詐騙的情境把它掛到 第三一定要報警 打165 警察會提供必要的幫忙 來自全國十多個縣市新住民 齊聚一堂享受美食 欣賞舞蹈表演 雖然天功不做美 但民眾卻收穫滿滿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 而這一場新住民見走活動 吸引了三千多人前來參與 金融市議員張炳之音 特別在現場準備了兩千顆的水煮蛋 分送給民眾 全國新住民見走活動 鳴槍起跑 民眾冒雨從必殺魚港出發 健行到草禁公園 來 水煮蛋補充營 工作人員忙著將水煮蛋 分裝處理 一整藍的白色水煮蛋 總計有兩千顆 全都要送給民眾 現在蛋剛好在這個蛋黃時期 那買蛋 各方面的價格 或者是要買到的 那個也不容易 然後能夠在這個時間點 拿到這個蛋 真的會有點小確幸 現在很缺蛋 所以拿到蛋真的很幸福 健走活動 其實今天大概有超過兩千人參加 那除了運動時候 我們也特別準備兩千顆的水煮蛋 讓大家不斷可以運動 又可以即時的補充營養 我覺得這是一個推廣運動的一個很好的效果 原來全台鬧蛋黃期間 市議員張炳君 體恤民眾缺淡恐慌 先是發起了愛心雞蛋 還鼓勵民眾捐血就送雞蛋 這次配合新住民健走活動 特別準備了水煮蛋 發給民眾補充熱量 那其實我們這些雞蛋的話 是在前兩天的時候購買過來的 那為了今天的活動 特別在昨天凌晨的時候 大家一起分工合作 然後藉由四季糕點的中央廚房的幫忙 然後一次性的煮了這兩千顆的水煮蛋 所以這是保證營養又衛生又健康 這種民眾人手一顆雞蛋 還有現場一股美食攤位免費品嘗 開心滿足的表情全寫在臉上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再帶你來看 連任六屆的國民黨籍金融市議員何淑平 在多位信義區里長及社團領導人支持下 在國民黨金融市黨部正式宣布參選立委 何淑平強調 如果進入黨內初選階段 不論是黨員投票和民調結合的三期比方式 或者是採用全民調來決定 最後的黨籍立委提名人 他都可以接受 連任六屆的國民黨籍金融市議員何淑平 先向顧總統也是國民黨顧總裁的講公同 向90度鞠躬後正式宣布 爭取國民黨提名參選立委的想法和理念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並以責無旁貸的信念 然後來為我們基隆市來努力 在這裡我們國民黨國良市長 他取得執政權之後 更需要一席的立委爭取更多的經費 來為我們基隆市政來幫助 那在於這個我們 無論是在通勤族的交通 以及我們捷運規劃的落實 還有醫療設備的提升 富幼落老的照護 還有我們現在郵輪的跳島觀光 來提升我們基隆市 在這個觀光的一個港口的一個優勢 為此淑貧以著一顆赤誠的心 願意挺身而出 跟大家一起為基隆市 美好的未來來努力 那我也希望 本黨的一些先進同志 可以給予淑貧鞭策 然後邀請我們本黨的各位同志 給淑貧鼎鼎立的支持 那淑貧一定會全力以赴 贏得本黨立委的席次 那也希望各位好朋友 給淑貧一個服務相親的機會 讓我們基隆市 在這個國際港口有一個聚焦點 在多位信義區里長 以及社團領導人支持下 何淑貧選擇在國民黨 基隆市黨部一樓 舉行參選立委記者會 何淑貧也強調 如果進入黨內初選階段 不論是黨員投票和民調結合的 三期比方式 或是採用全民調來決定 最後的黨籍立委提名人 他都可以接受 因為黨員他也是我們一般的民眾 那我也希望有黨員的支持 那我在這裡也是尊重 黨的協調機制 然後看是三層黨議 七層民調或是全民調 你都可以 我都可以 對 依照國民黨中央的規定 4月17號到4月19號之間 開始接受 有意參選立委黨籍同志的 林表和登記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謝謝我們新一區 各位鄉親大家好 我是鄭文婷 鄭文婷有一個會讓我願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薦她的原因是因為 她有正義感 基隆要持續進步 需要懂得向中央爭取預算的好立委 立法委員電話民調請唯一支持 最專業的鄭文婷 乖孫咧 要來吃飯嗎 但是我要去銀行繳納使用牌照稅 現在用手機就能繳稅了 收到繳款書後 下載行動支付或電子支付APP 掃描QR口就可以馬上繳納 還有信用卡ATM轉帳等 多元繳納管道都可以選擇了 關師妹上車帶我們去多多風 多元繳納不可玩 一路順暢安心GO 基隆慈雲寺整年度的重要慶眼 包括了元宵節藝文活動 文昌君聖誕 觀世音菩薩聖誕 玉佛節及祭孔大典等 無不吸引眾多信眾前來 慈雲寺對於重要慶典 祭祀活動及社會服務 總是不疑慮的認真規劃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歷史悠久 信眾眾多香火鼎盛的慈雲寺 大家好 剛剛有看到小愛爸爸過路口的樣子嗎 我的過路口的方式是不對的喔 不要學我的樣子 過路口的時候呢 我們不要滑手機 因為我們基隆現在推動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車汽車會禮讓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責任喔 行人的責任就是盡快的通過路口效率安全 然後呢 要跟我們禮讓的車輛要表示感謝 我們的友善行人在基隆繼續推行友善程式 也感謝我們的車輛 更感謝我們的行人在通行的時候呢 快速然後有效又要謹慎 謝謝大家的配合 各位視頻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明君 我已完成登記民主金普黨立法委員黨內初選 身為市議員 我深深了解基隆市即將面臨的現況和挑戰 基隆市要持續進步 立法委員電話民調請唯一支持 統領今天的張秉君 慈雲寺的財神店奉有五路財神 三清道祖與福德政神等 求財不運的香客相當多 每到財神爺聖誕總是吸引大批信眾 來到慈雲寺直角求發財規 以祈求能夠財源廣盡 慈雲寺也提供了財神燈供信眾願養 到了慈雲寺可千萬別忘到財神店參拜喔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單位 正在推動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動或是社會福利措施嗎 關心市政做回來節目 特別邀請了產官學界 來討論各項政策最近發展 也歡迎民眾表達意見 讓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脈動 歡迎鎖定美洲山晚上9點 基隆第四頻道關心市政做回來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電內國中26週年校慶 市長謝國良與暖暖區三位市議員 都到場參加 市長謝國良也表示 將積極向中央爭取申請相關經費 來提升基隆的校園安全 畫面上是地內國中同學自行創作的 反讀熱舞大賽 這場地內國中慶祝26週年的校慶 現場貴賓雲集 市長謝國良跟教育處長劉美蘭 以及暖暖區三位議員 林敏勳 蓮恩典 陳冠宇都到場祝福 感謝校長老師的用心指導 也鼓勵同學們好好學習 市長謝國良也表示 市府將積極向中央爭取相關經費 來加強提升本市的校園安全 今天很開心來到地內國中 然後跟師生們換度他們26週年的校慶 那我自己也特別提醒了教育處 跟我們自己的辦公室還有公務處 因為現在行政院有撥大概50億左右的 校園周圍建設基金 就只要是校園 燈光 道路 綠斑馬 照明 然後還有校舍 其實只要有申請 基本上他們都是從寬與與協助辦理 因為現在強調的就是校園周邊的 安全的環境的建置 所以照明就可以提升安全 好的路標示清楚 而且路品質安全 這也是對孩子們對學生都有幫助 所以我也跟教育處在提醒了一下 我們最近都有在忙這件事情 但是這個就是要跨局處 包括教育處公務處還有我們辦公室 大家一起努力 來爭取更多的校園周邊預算 非常感謝我們的小愛爸爸 我們謝國良 謝市長 親自到學校來關懷我們學校的一個整個 軟硬體的一個建設 然後也承諾要為學校的需求做一些協助 非常感謝我們的市長 我們暖暖區的三位議員 也非常的支持學校 非常的關心學校 像這次活動中心的一個改善工程 我們連恩典義作呢 他也協助呢 學校做一個電動窗簾的一個更新 林米勳義作呢 也協助呢 一個防護電的一個提供 然後來協助學校來維護 我們這個得之不易的 媲美MBA FIBA規格的這個目的版 那我們陳冠宇義作呢 他對學校呢 也非常的關心 那他也在我們教師的一個辦公設備的部分呢 也做了很多的努力跟教育處 我們一起討論 我們即將呢 在這個暑假 我們也會針對我們這個 教師的這個辦公室的設備呢 做一個更新 地內國中歡慶26週年校慶 用心規劃了各項表演與活動 也頒獎表揚資深及優秀老師等人員 表達校方滿滿的感謝 整場校慶活動充滿了熱鬧的氣氛 與溫馨祝福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你也會在家裡 我是蔡小君 你也會在家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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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一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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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绝他了 从那天开始 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开出书面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 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期待凶器者 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仪对象 请尊重他人意愿 杜绝跟踪骚扰行为 刑打110报案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至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也没确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他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 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 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記得歐中佳集團關心您 每個人都應該為了自己的選擇而負責 4小時 她是誰 你朋友啊 不是 怎麼不知道我是誰 我只是要追求她而已 不要再騷擾我了好嗎 從此動手了 哪 leaks 這個人騷擾我同事 我沒有 請跟我們回派處所一趟 我們了解一下 先生這邊請 可是 我只是送卡片而已 我怎麼了 警察先生 我只是追求女生而已 我哪有犯法了 先生 你已经涉嫌触犯 跟踪骚扰防治法了 后续也会请家房官 还有社工人员也助您 这边是你的告诫书 警方在这边严正告诫你 不得再有这些骚扰行为 喜欢一个女生 你应该更尊重她的意愿 你自己应该可以做更好的选择才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